现在生活节奏的变化,使多少班族深受便秘之苦,事实上,便秘是为肠道疾病中最常见的一个症状,便秘也不是一件小事,经常性便秘,容易又发肠啊,为什么会的便秘? 一,首先得从肠道说起,经常大吃大喝,饮酒无度,经常吃重口味的食物,引起肠胃燥热,肉气堆积在胃部,容易耗损进液,导致大肠干燥,排便有困难,导致便秘,二,生活方式的改变,经常久坐,游历过多,往往导致气质,气质则肠胃通降时长,消化不良,大肠传导功能失职,导致便秘, 三,气虚的人直接导致大肠的窜导鼓励,大便虽不干因而排出困难,气虚的人,经验干枯,不能润滑肠造,以致大便干燥,而成便秘 四,阳气亏损,吃鱼温氧,因而寒从内生,喊气一明治肠外,阳气不能运通,肌液不能下行,是大肠传件发生困难,而致便秘,这种容易发生在大便或是老年, 人身上,而便秘会致食肠内各种毒素的积累,产生出的毒素会增加肝脏,肾脏的负担,进而损害其他的器官,长期的癌恶性循环导致致癌物质的产生和积累,最后导致长来,可以使用中草药帮,桑叶和叶茶,配方,桑叶和叶,绝名字,山沙, 罗汉果,制作方法,以上食材割取五克,然后使用清水煎熬服用,每日饭后服用两次即可,坚持饮用一个月,便秘就会好了,功效作用,当夜能抑制有哈军的增值,起到调节肠道,改善便秘,改善腹部脏麻感的作用, 具有导臭通便,减少某些肌肤症的发生,和叶能促进肠腾蠕动,排出毒素,和叶茶略含有大量膳食纤维,可以促使大肠蠕动,有助排便从而可以清除毒素,和叶比一般高纤食物更有利便的效果,山楂有抗菌,助肠胃消化,缓解便秘的作用,罗汉果有精热凉血,花肠排毒的作用,绝名字润肠通便,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